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pping 舞沛山 歡迎來到Depping的心靈殿堂 Hi 今天Depping老師要來跟大家聊聊 八月份的整體運勢囉 在一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這個月是非常適合改編的一個好時機 可能會想換造型 或者是想要換工作之類的 鼓起勇氣地去嘗試吧 過去的一些阻礙已經慢慢地在清除了 幸運女神是站在你這邊的唷 二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在這個月很多事情會非常快速地發展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發生喔 那可能會讓你有點措手不及 雖然感覺會有壓力 但是這些是好事情喔 請好好的加油喔 三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在這個月如果事情發展得不夠順利的時候 暫時地讓自己停下來 換個思考模式 可能會得到意外的收穫喔 四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恭喜你們啦 最近的表現非常的不錯 得到了大眾的認可 各方面也蠻平衡的 請保持你的專注力 繼續朝目標直直的前進吧 五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在這個月你們的財運非常的好喔 可能會有加薪或者是升遷的好消息 也或者會有意外之財出現 如果想要創業或是投資的話 請好好地把握這個月 在這個月可能也會收到一些 跟法律相關的文件或者是合約 六月份出生的朋友們啊 在這個月呢是很棒的一個月 工作生涯上面的里程碑喔 或者是有訂婚結婚的喜事發生 穩定承諾等等的關鍵字 就在這個月了 能感受到滿滿的幸福能量 恭喜你們喔 七月份出生的朋友 在這個月呢你要好好地想一下 自己是不是過分注重了 物質生活的部分呢 所以覺得自己有一點 嗯 困住了 在這個月你可以花點時間 去學習一些有挑戰的新事物 反而可以幫助自己 為這個財物帶來一些好消息 八月份出生的朋友 在這個月呢你們可以多花點時間 盡心冥想啦 是一個可以讓你心靈成長的大好時機 有些事情呢可能和你原本所想的不大一樣 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觀點 不要搶出頭 事實的低調對你也是有好處的喔 九月份出生的朋友 你們在這個月 記得讓自己多溫柔一點 然後呢給身邊的人多一點時間 遇到問題或是無論什麼狀況 都很理智的 更仁慈的方法來解決 你是很有智慧的 請在這個月好好的運用 也能幫助你在財物上帶來進展喔 十月份出生的朋友們 在這個月呢你們和上個月一樣 非常非常的忙碌 甚至很多事情呢是有時效性的 但是不管事情再怎麼樣的急迫 你們都要能夠好好的運用你們的智慧 做出最好的決定 運用團隊的力量呢 也能夠幫助你一臂之力 也讓任何人事物阻擋你的前進喔 加油 十一月份出生的朋友 當你遇到挑戰呢 學得自己卡關的時候 試著逆向思考一下 這也許是提升自己的一個好時機 放掉你對自己的限制 擺脫掉對失敗的恐懼 也許就能夠展現你未知的潛力 十二月份出生的朋友 在這個月如果有覺得失去或錯過了 什麼樣子的機會的話 請你把注意力拉回來 覺得無聊呢是因為你沒有重點 不滿足也是因為你沒有意識到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把你的力量拿回來 對於你的夢想 你需要好好的組織與計畫 好的 以上就是八月份的運勢啦 我是戴比姆佩山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